由洛杉矶台美商会等团体联合举办的 2016台湾爱飞扬国际文化教育慈善交流行演 将于24日晚间在圣盖博市立剧院公演 欢迎广大侨胞共相善举 请看报道 2016台湾爱飞扬国际文化教育慈善交流行演 在圣盖博市盛大公演 这次的活动得到了洛杉矶数十个社团的大理支持和响应 许多的侨领也纷纷慷慨解难 无私奉献 台湾爱飞扬国际文化教育慈善交流行演的节目非常精彩 除了由非洲歌舞具有当地传统精神的舞步外 非洲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学童 也会将国语歌台语歌少林武术台湾名谣 四书五经颂读班上大舞台 第二次的非洲的小朋友到我们来这里宣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因为呢其实这是我们的爱心 这当然是惠里法师二三十年来辛苦的经营 那他发愿要武士做非洲人 然后呢他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些非洲的孤儿 帮助他们成长 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接受中华的文化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的桥社不管我们是传统的桥社 我们的新桥我们的台桥 大家都不分彼此 大家团结一致来把这件事做好 这是我感觉到更加欣慰的事情 今年除了马拉威ACC的院童 还有赖索托ACC的孩童加入一起表演 当天的演出现场还设有捐款箱 让观众心中的爱化为具体行动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 路上机采访报道